辽宁大连的贺庆龄是满足后人 他的满足姓氏乃是叶赫拉拉氏 据说是慈禧的后代 最近的一段时间内穿越巨峰蜜全球 作为皇室的后人 他要宣扬满足的服饰语言 贺庆龄穿上清朝的传统服饰长袍马褂 竖长鞭 称自己为八阿哥后文贺庆龄代称为八阿哥 贺庆龄这位八阿哥认为 他的祖先夺得天下是在马背之上 所以为了发扬祖先的优良传统和品德 还有表示自己不会忘记祖宣 在每年的秋季 贺庆龄都要训练骑舍于辽宁新龙堡的马场 还有我们要讲讲 满足人的发饰 其实满足人的发型十分便于其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在头顶的前部是不留头发的 这样可以避免在骑马时 头发不小心就遮住眼睛 而且他们在将粗大的辫子留在头后 立于野外行军打仗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可以在野外睡觉时枕着自己的大辫子 这位八阿哥如今的生活也是滋润 是完全仿照清朝皇室贵族的生活 因为在历史上清朝皇帝为掌控皇亲国妻 在他们身边安排了许多的探子 皇亲国妻基本上就不敢随意往来 他们怕皇帝那天不高兴了就安个罪名 把他们杀头 所以说他们就是天天的养养鱼 遛鸟 喝茶 看喜 问起八阿哥现在靠什么生活 他说 我们大清的皇室 怎么可以给人打工 他现在就是弘扬清朝传统文化维生夜场走学 向国人展示百年前的人民的生活 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 八阿哥还为慈禧太后平反 他说 现在的一些人对慈禧太后的评论就是污蔑 对慈禧的不正确的评论 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真实的是 慈禧太后是一个非常伟大 值得我们尊敬的女人 她的丈夫在27岁就去世了 在前后的几十年里 老祖宗都是安安分分的收割 什么太监里连英与老祖宗睡觉 都是虚构的 慈禧太后可以与吕志 武则天齐名 老祖宗是我们家族的骄傲 他的性格爽朗 辅佐了好几代的皇帝 可能把阿哥作为满足的后代 对于自己的民族有一种不可言明的感情 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他对于一些满足文化 思习的皇室的评论 我们可以独一读 但是却不可以完全认同 我们应该去追求真正的历史 求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